阿拉申 其他人所讲不出来的微妙法 你能把它详详细细讲出来 这就叫转伦法王 这个手眼就是掌上画佛手眼 你修这个法 在生生世世都常常能随诸佛学 常常能生在诸佛的地方 在台湾 也有某某法师讲大悲咒 他把每一个手眼都讲成一个菩萨 譬如掌上画佛手眼 他说是掌上画佛菩萨手眼 这就差之丝毫谬之千里 为什么呢 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菩萨的名字 你把全部大藏经打开 从头看到尾 没有哪一个菩萨叫掌上画佛菩萨 没有的 你可以这么样讲 菩萨所修的掌上画佛手眼 这意思就不同 你把手眼的名字 给作为菩萨的名字 这就没有根据了 没有根据 就是你找不出来这么一个菩萨的名字 好像头一个 他说是如意珠菩萨手眼 如意珠是个珠的名字 或者有一个菩萨也叫这个名字 但是这42手 不是42个菩萨的名字 不是的 这只可以说是菩萨所修的如意珠手眼 不能说如意珠菩萨手眼 你这样一讲 已经是大错特错了 你也不能说是宝波菩萨手眼 只可以说菩萨所修的宝波手眼 并不是宝波就是个菩萨的名字 我看他们在香港请回来的一本 大悲经讲义 是这样子讲的 把这42手 都变成42个菩萨名字 这是错了 这42手 都是一个菩萨所修的 修出来 有这42手眼 并不是42个菩萨的名字 这一点 我们学佛法的人应该知道 不要笼统 笼统 就是根本也不是这么回事就讲了 这是不可以的 讲佛法一定要有根据 没有根据 讲出来的佛法是不正确的 所以 乌拉生 是这一位菩萨所修的掌上画佛手眼 哪一位菩萨呢 这一位菩萨不是一定的 谁修42手眼 谁就是这个菩萨 谁不修 谁就不是这个菩萨 你42手眼修成功了 你的菩萨果位 也可以证得了 佛辣舍利是梵语 翻译过来的意思是绝身子 你们记得舍利符又叫舍利子 翻译过来的意思叫身子 就是这个舍利 佛辣舍利 绝身子 这是菩萨所修的树珠手眼 树珠 也就是念珠 菩萨修树珠手眼 可以得到十方诸佛素来舍受 十方诸佛接引 他到十方世界成佛去 威猛慈悲大丈夫 调福重生出谜途 改恶从善修诸度 培植符惠物真如 法杀法生 也是泛语 翻译过来的意思叫欢与欢笑 就是欢喜说话 很欢喜 又有一个意思 翻译成大丈夫 又有一个意思 翻译成无上士 这是三个意思 在42手眼里头 它是宝宫首眼 修这个首眼 能有什么好处呢 要是在家人 就可以做很大的官 要是出家人 就可以正罗汉国 佛辣舍耶 观音师主阿弥陀 四十八愿化缩婆 三倍九品生极乐 水流风动眼磨喝 佛辣舍耶 前边佛辣舍耶 翻译成绝身子 这个佛辣舍耶的舍耶 翻译成像 这是你心里觉悟了 能为相王之子 相王之子 也就是法王子 将来做法门一个最高的法王 所以说决心决相王 是这句咒大略的意思 佛辣舍耶这一句 是说阿弥陀佛本身 阿弥陀佛 是观世音菩萨的师父 因为观世音菩萨 处处都恭敬他师父 所以他说大悲咒 也是尊重他师父 这一句咒 就是阿弥陀佛放光 来照着持咒者 这一句咒 也就是紫莲花手 四十二手里边 有白莲花手 青莲花手 紫莲花手 红莲花手 修紫莲花手眼 可以和十方诸佛来见面 所以这紫莲花手眼 是非常重要的 呼噜呼噜摩拉 观音视线鬼神王 相扶诸魔手规章 一切众生依教会 强者调柔弱者娼 呼噜呼噜摩拉 也是范语 翻译过来的意思 就叫做法 如意 又有一个意思 叫做法莫离我 这一句咒 在四十二手里边 是金镯玉环手眼 我们人修四十二手眼 这叫做法 如意 是碎心如意 你修成了这个手眼 就碎心如意 做法莫离我 做法就是修行 这一定要我自己来修行 不是叫旁人修行 所以修这个法 这个法不离我 我也不离这个法 我 法变成一个 既然变成一个 也没有法 也没有我 把我 法二执都可空了 也没有一个我执 也没有一个法执 这叫莫离我 修金镯玉环手眼 能怎样子呢 能令一切的众生 都听你的教话 你叫他修什么法 他就修什么法 很听话的 呼噜 呼噜 犀利 四臂尊天献神威 一切邪魔望风回 皈依三宝观自在 激功类型善得陪 呼噜呼噜犀利 这一句也是泛语 翻译过来叫做法无念 又叫做法自在 前边是做法如意 这是做法无念 那个如意 还有一个意 现在无念 连一个念也没有了 做法没有一切的念 有一念 就有妄想 你没有念 就没有妄想 没有妄想 所以就做法自在 变成观自在 这一句咒是宝波手 是四十二手眼的第三个手 宝波手能干什么呢 能解除众生一切的病痛 好像现在一般的出家人 有的相信大悲咒的 就加持大悲咒水 人若有病了 他加持一杯大悲水 就给你喝了 喝了 有的时候病就会好了 有的时候病也没有好 这就看你因缘 你的因缘 饮大悲咒水病好了 你生一种信心 信仰观音菩萨 有的时候又不好呢 你就不生信心 不信观世音菩萨 其实 有的时候也不会好的 有的时候就会很快好 这就看你和这个病人的因缘 你若和他有缘 他喝你这大悲水就会好了 若没有缘 喝了大悲水 他也没有信心 也不会好的 总而言之 有种种的因缘 才能筑成这种法源 你要是有修行 对方才有诚心 但你要是有修行 对方没有诚心 喝了这个大悲水 或者就不好 或者你没有修行 对方有诚心 喝了这大悲水 也会好的 这有种种的关系 有的是这个人业障中 你大悲水不够那么大的功力 所以他喝了 病也就没有好 有的是他的业障轻 你这大悲水很有功夫的 什么叫有功夫呢 就是你常常受持大悲咒 那么就有一种感应到焦的力量 所以他的病也就会好 所以无论什么事情 有种种的因缘在里边来帮忙 有种种的助缘才能成功的 你不要以为我修宝拨手 我加持大悲水 他怎么一点功效都没有呢 不是大悲水没有功效 是因为你的功夫不够 所以他的效力也就减少 因为这样 有的外道 也用大悲水给人医病 往往还很灵 很有功力的 为什么呢 有的外道有一种天魔来帮着他 这种天魔 帮助这个修道的人 令一般人好相信他 这样子 他好容易把人引到天魔外道里边去 所以修一样的法门 有种种不同的情形 我们人想要用大悲水来给人治病 这也是行菩萨道之一 可是你要行菩萨道 先要修菩萨行 你要存一个无人 无我的心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你不要以为 我能给人治好了病 我念大悲咒 念得非常的有感应 不要有这么一种心 为什么呢 你有这种心 这就有所执着 有所执着 就会是魔障 你若没有这种心 还都会有魔障的 因为一般人有毛病 都有一种或者是业 或者是魔 他的业照到这个地方 你叫他的病好 这还没有什么大问题 如果他是魔障病 有魔 你想要他的病好 他这个魔就想要找你了 就会和你来斗争 如果你的道理不够 就会入魔王的境界 你要是有道理 也会和这魔来结冤 结冤 他就总想要找机会来斗争你 令你输给他 过去我很欢喜给人治病 谁有病 我一定想法子叫他的病好 但是 以后我就遇到很大的魔障 我曾经说过 我在东北时 水里的怪物就来用水淹我 没淹死 我淹死五六十人 房子被水给冲倒八 九百间 这还不算 以后等我从天津到上海途中 在海上 那水里的怪物 又想把我搭的船推翻了 所以在那海里头 几几乎就给予吃了 由此之后 我到内地 就很少给人治病了 所以治病这件事 很容易结冤 又很容易结缘 你若给人治好了病 这个人就变方法来供养你了 或者给你好东西吃 或者送给你好东西 或者供养你一点钱 这很容易化缘 但也很容易结缘 所以这里边有好也有坏 你若能没有我 没有人 没有众生 没有受者 能无四相 就可以做 要是四相空不了 就很容易着魔障 想结缘给人治病 有这种种的关系 缩辣 缩辣 擅巧方便杜梭婆 视线舞灼化群魔 长行舞我波罗蜜 离珠法直眼魔喝 缩辣缩辣 你听这个声音 啊 就很厉害的 这是泛语 翻译过来的意思 叫坚固力 这个力量 是特别的坚固 没有人能破坏的 这个坚固力 就是能摧服一切的天魔外道 降服一切的天魔外道 这一句咒是金刚处手 也就是宝处手 这个宝处手 能摧服一切的怨魔 所以就叫坚固力 犀利 犀利 能观之至所观境 圆荣自在真如性 无边誓愿力众生 不可思议常在定 犀利犀利 又是泛语 翻译过来有三种的意思 第一种意思就是勇猛 好像作戏只有胜 不能败 第二 输胜 很特别的 也就是只有胜利 不可以失败 所以我叫我的弟子 到任何地方 只有胜利 不可以失败的 你们若失败 就不要回来见我 这没有用的人 有什么意思啊 广东话叫水皮 水的皮是不是很软的 你看人 他就一点力量都没有 这叫水皮 北方话叫草包 像庄米那个草包 也是不结实 不坚固 也没有什么用 所以以后你们记得 谁愿意做我徒弟 到处都要胜利 就像金刚处世的 那么坚固力 要胜利 不要那么水皮 那么草包的 第三个意思是什么呢 是吉祥 因为你勇猛 才能胜利 你胜利 才能吉祥 这是合掌手 可以令一切鬼神 龙蛇虎狼狮子 人及非人恭敬爱念 但是要胜利 吉祥 需要有一个勇猛心 不是口奖的 一定要这样去做 苏鲁 万物说法有谁听 世界众生妄想宁 诸佛本源离文字 如是我闻大悲宫 苏鲁 苏鲁 也是范语 翻译过来叫干露水 所以这就是干露首眼 这干露水 也有很大的用处 以前讲过 现在不必讲的太多了 干露水 能令一切的恶鬼 得到饱满 得到如意 得到吉祥 得到没有即可 有种种的好处 干露水又叫不死了 你喝了这干露水 就算要死的人 都可以不死 但是你不容易得到 你要是得到干露水 人死了也可以叫他不死 菩提叶 菩提叶 慈悲喜设四无量 视线善象化群蒙 设受众生登彼岸 回光返照归故乡 菩提叶菩提叶 这两句咒语是范语 意思就是 觉到或觉心 你想要得到觉到 必须要先有觉悟的心 你若没有觉悟的心 就不会修觉悟的道 所以我们修道的人 先要有真正觉悟的心 然后才能修成觉悟的道 这两句咒是不退金轮首演 这不退金轮 就是菩提心用不退转 从现在开始 乃至于成佛 所发的菩提心 一天比一天精进 永远都不会退转 因为菩提心不退转 所以你很快会成就佛果 如果你退失菩提心 那就慢一点成佛 我们人学佛法 应该一天比一天精进 一天比一天发大菩提心 不应该退失菩提心 好像常常到佛堂来听经 要把听经做难遭难遇的想 什么叫难遭难遇的想呢 就是这个法会不容易遇着 你看着我们的法会是很简单的 可是现在在这个世界上 你找像我们这样精进的法会 天天讲经 天天说法 好像长江里的水 天天这么流 总不停息 可以说是没有 在这世间上 我们能遇到这样的法会 我们无论如何 也要忙里偷闲来听经文法 听经时 要每一个人讲经 你都来随喜道场 护持道场 我们这儿 每一天晚间都有讲经的 所以每一天晚间 都要来护持法会 我们不要分别 说今天晚间是某某人讲 他讲得不太好 我不去听 不要有这种心 你听久而久之 无论谁讲 他都会讲得有真理 都有所发明 所以如果有时间的人 都应该随习法会 不要懒惰 因为这个法门 是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们现在遇着了 就应该勇猛精进 你勇猛精进 这就是不退师谱提心 不退有三种 为不退 念不退 行不退 为不退 你若已经正果了 就不退堕到反复上 你若正到菩萨果 就不会退堕到罗汉 你正到佛果 就不会再退到菩萨的果位 除非你自己欢喜 说是我正到佛果 我再去献比丘身来教化众生 这是可以的 念不退 好像我们人学佛法 有的时候就觉得 没有什么意思 啊 我不修行了 我不去听经了 这就是念退了 我不欢喜到庙上来了 不欢喜到佛堂去 这就是念退了 念退了 魔障就会生出来 魔就欢喜你退 你要是念不退 一听佛法 越听越欢喜听 越欢喜听越听 这就是念不退 念不退 就要行不退 行不退 行 就是修行 修行一天比一天进步 一天比一天用功 勇猛精进 发大勇猛心来修道 这是行不退 你修行也不退了 你修不退 金伦手 由今生乃至于成佛 你的菩提心永远都不退 这必须要你去修行 你修行天呆文革子 不退 你修行天呆文革子 那你修行一天 是不是 packaging